《認識基本法》 輕鬆好辦法 馬恩國解讀認識基本法 歡迎大家收看馬恩國解讀認識基本法 基本法最最最重要的條文是哪一條 當然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一條 第一條開宗明義就這樣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不可分離這四個字 講明國家領土是最神聖的道理 1997年中國由英國手上回復香港的主權 並訂立《基本法》來管治香港 這四個字一句就講明了 維護國家領土完整這個絕不能違背的大原則 在《基本法》之內 大家都可以找到保障第一條 不可分離的條文 當中就包括了第二十三條 究竟《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說什麼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該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攝取國家機密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跟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換句話說 即是二十三條針對以下七樣東西 第一 叛國 什麼是叛國呢 譬如幫助或者參加侵略中國的軍隊 去推翻中央政府 或者武力強迫中央政府改變它的政策 那就叛國了 第二 分裂國家 分裂國家就是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 將屬於中國的領土分離出去 所以港獨是分裂國家的一種 因為其實《基本法》第一條已經開宗明寫明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第三 顛覆中央政府 即是用武力或者嚴重的非法手段 去推翻或者威脅中央政府 去廢除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 就是顛覆中央政府 第四 煽動叛亂 煽動叛亂即是慫恿其他人去叛國 顛覆政府或者分裂國家 或者去搞暴動令到國家不穩定 第五 攝取國家機密 主要是針對公務人員 和那些和政府做工程的承辦商 因為工作的關係 接觸到這些國家機密資料 這類人就不可以將機密資料披露 第六 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活動 第七 禁止香港的政治組織 與外國的政治組織聯繫 值得留意的是 基本法第23條 雖然說明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 但是回歸到現在為止 這項任務都依然未完成 在2002年至2003年間 董建華做特首的時候 香港都曾經試過為23條立法 不過由於當時的社會爭議太大 港府最終主動終止立法程序 打後幾任務 政府雖然都知道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但是23條立法一直指紋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 到了今時今日 香港社會出現過非法佔中的行動 港獨之說更加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既然要防止威脅國家安全 反港獨和捍衛國土完整的需要下 23條立法是否越來越迫切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論哪一屆港府 都要嚴肅考慮23條立法 這個一拖就21年的重要任務 今屆政府都不例外 要保障第一條所說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那就要靠23條去執法 香港人 1995年 香港人 公司 可以 感谢观看